各位朋友 您好 欢迎收看台日新闻世界报导 我是谢安 先开始对您关心第94届奥斯卡颁奖典礼 台湾时间28号的上午在美国洛杉矶登场 最后由温馨喜剧《月动新旋律》 一举拿下最佳影片 最佳男配角等多项奖项 跟摘下6项技术类大奖的沙丘同样是大赢家 以后则是由神圣电视台里的 杰西卡·崔斯坦报回小金人 而这一年也出现了最佳导演奖的第三位女性 另外改编从村上村树同名小说的日本电影《在车上》 也如愿拿下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的奖项 台湾频道今天晚间10点钟 将会以中文字幕重播 温馨喜剧《月动新旋律》 一直拿下奥斯卡大奖最佳影片奖 加上最佳改编剧本等多个奖项 跟摘下6项技术大奖的沙丘同样是最大赢家 《月动新旋律》还拿下最佳男配角奖 颁奖人尹汝珍还秀了一段手语 这是为了把奖颁给特洛伊·科特·苏尔 他是奥斯卡首位庭长男演员 至于影后大奖如外界预期 《渠神圣剑》是台里的杰西卡 赤斯卡抱回小金人 音乐剧电影《西城部》之中的 雅丽安娜提托斯也不服众望 这下最佳女配角奖 《全山记》导演郑康平 还成为奥斯卡史上获得最佳导演奖的 第三位女性 改编自《村上春树》同名小说的日本电影 在车上一路过关斩将 如愿拿下奥斯卡最佳国际电影 而这也是日本配位13年后 再度夺得最佳国际电影奖 另外本届颁奖典礼中 全场一度静默30秒 向深陷战火的《乌克兰致敬》 综合报道